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G20有哪些强大之处 令人震撼 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爆发后 我国军方高层因美军空地整合 而使伊拉克军队毫无还手之力 后来我国南陵盟大使馆被轰炸后 更是彻底抛弃了军队要忍耐的观念 1985年 他毕业于航空名校的西北工业大学 空气动力学和飞行力学专业后 便进入了成都飞机设计局 时至今日已在一线从事30多年的飞机研制工作 为我国军事领域贡献着力量 功不可没 这款战机是中国开发的第一款 以基础隐身能力为基础的战斗机 其强大超乎想象 比如除具有隐身能力外 它还有超音速巡航能力 超视距打击能力和超强机动能力 也是目前我国最强大的战机 它的威力之处凝聚了科研人员的心血 作为先进的列装式战斗机 与周边国家的各种战斗机相比 它有绝对优势 先看一下G20的性能 作为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它首先就有极强的隐身能力 国内科研人员为这款战机采用了全新的隐身材料 可谓是下了血本 为了强大整体 研究人员对其发动机尾部进行了隐身处理 尽管G20采用全动力垂尾和压抑 但这并不影响G20的隐身能力 就航空和电力系统而言 G20是相当先进的 超过了美国F22的航电系统 G20采用一体化大屏幕 配有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 EODS和EOTS电光瞄准系统 使G20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探测 在空战中不靠雷达锁定战机 此外 G20还配备有原相公正雷达 可以探测到250公里外的目标 从超音速巡航来看 G20的超音速能力比F22强 进入超音速后 将成为G20的天下 因为G20独特的气动设计 压翼加边条加前后紧翼加全动尾翼 使得G20具有更高的空中机动性 和更高的飞行速度 装备方面 G20战斗机能携带PD-15超远程空空导弹 射程更是达到了200千米 其性能优于美国F22战斗机 使用的AMG120导弹 刚问事实 G20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与其配套的涡扇15引擎还没有换装 使用的是一台国产改进型发动机 不过在当时动力已经足够了 但是现在科研人员正在不断完善增强 目前G20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2019年金头盔空军比武中 G20对上歼11B部队 G20击落坚11B共108次 自身没有损失 取得了0比108的战机 在演习中很好地说明了 G20对第四代战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G20还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感温技术 和强大的航电系统 在可预见的将来 我国自主研发的大推力矢量发动机 也将换装 这将彻底解决G20最后一点 每一种略有不足的地方 今后的现代化空战必须是体积化的战斗 一旦发生冲突 G20就是我国最理想的杀手锏 是一根戳破敌人防空网的针 这款强大的战机凭借着它的隐身作战能力 首先摧毁敌人的对空探测雷达 和防空导弹阵地 随后就可以在自由空战中 与我国大批三代战斗机配合夺取制空权 然后像歼16、歼11B、歼7、红6K等战机 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携带大量精确制导弹药 在现代战争中 空军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而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也证明了 我们也同样可以拥有如此现代化的作战方式 仅有空军部队就能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 因此在整个体系化作战中 G20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 根据媒体报道 一名飞行员表示 他曾驾驶战机从宫国海峡和巴士海峡飞出远海 还有一名飞行员说 他在飞行过程中发现敌人的侦察机 敌人的侦察机不敢进一步行动 飞行员也没有让这架侦察机离我们更近一步 2017年12月 国产战机首次跨过对马海峡 赴日本海峡进行国际空域远距离空中训练 引起包括日本媒体在内的多国媒体的广泛报道 引发不小的讨论 对于这一点 空军一位发言人说 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 它属于国际空域 在国际空域进行训练 不针对任何国家目标和地区 方从世界各国开产远航飞行训练历史来看 我国是脚腕开展这种训练的国家 而且在国际空域上进行训练是没有问题的 轮不到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事实上却没那么容易 早在2015年5月 国产战机就首次跨过公国海峡 飞行员袁俊说 当时并没有从公国海峡出来到第一岛链 因为周边国家军事基地很多 搜索雷达也很多 飞机和舰船活动频繁 但是到了2016年9月 空军已经跨过多型号战机 成体系的公国海峡 实现了远程空中训练常态化 根据飞行员的说法 随着轰-6战机配备了歼-11和歼-30的护卫 外军飞机基本不敢再靠近和伴飞 只要是国际空域 我们的飞机就可以去 这反映出当前空军飞行员的自信心 过去我们飞机仅具备国土防御能力 但随着歼-20等飞机的出现 已转变为有能力的空军 当前军事技术飞速发展 空军力量已成为大国军事上的必备装备 如果某一国陆军海军实力很强 空军又非常落后 就不能称它为军事大国 更不能称它为强国 技术战背景下 制空权的重要性不亚而遇 伴随着歼-20的不断成熟 大量优秀飞行员的培养 亚洲大国未来的空军蓝图 将更加值得期待 目前 G-20战机的战力绝非排在世界前列 或许仅次于美国的F22 在中国航空技术和军事技术 发展较晚的时候 G-20身上的很多硬件 其实都不如F22战机好 那么 其他军工能力较强的国家 为什么不会选择模仿硬件 科技更高的F22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瑞典设计师夸赞G-20 就是特殊的静态 且不稳定的隐身结构 这样说起来不易理解 下面小编简单介绍一下 在飞机上 实际上有两个重心 一个是自身作为物体 所固定的重心 另一个则是由于气动作用 而改变的重心 具备跟随环境变化 而改变自身重心 从而稳定机身的天才设计 想要突破这一难题 除了需要有高科技的 气动测试环境外 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种设计思路 正是中国通过不断的研究 解决G-20自身硬件短板的 特殊设计 其他国家 如果想要仿效 G-20必须克服这一难关 但是 有这样人力物力的国家 却少得可怜 甚至 美国自己因为这种设计 需要耗费的资源过多 选择其他战机 与其说选择投入大量精力 模仿G-20 它不如仿制美国的F22 毕竟相对来说 F22的模仿消耗 要比G-20低很多 除G-20外 中国目前也在进行 歼三一的测试 预计 当国产003航母出现时 它将成为其主要舰载机 届时 中国将像美国那样 成为双五代机国家 世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超过美国 已经不再是梦想 而是可以规划的目标 目前 我国已经研制了两款隐身战斗机 G-20战机服役了 而FC-31战机却没有服役 那是因为G-20战机一开始 就是被官方所倚中的一款 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该机是一架单座双发战机 其采用了压翼加三角翼 加全动垂尾气动布局 G-20战机在全球当中的 第五代隐身战机当中 其体积是非常的大 G-20 其机身超过21.52米 要比F22长1.2米 比457长0.9米 比F35战机还长5.85米 因此 G-20战机 也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五代机 那么 为何我国的G-20的机体 要设计得如此之大呢 我国的G-20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航程问题 毕竟我国的国土面积有那么大 如果G-20航程比较短的话 极有可能还没尖敌 就需要返航了 而我国的G-20机体较大 能够容纳很多燃油 从而就支持长时间的作战行动 并且G-20将会拥有 对于敌机更广的打击范围 据悉 我国G-20油量可达10吨以上 再不考虑富邮箱的前提下 可拥有约4000公里的最大航程 反观美国F22战机 体积比G-20小一些 航程才只是G-20战机的一半 其次就是G-20体积比较大 能够设计较大弹舱 而我和G-20携带的导弹 是PD-15 该导弹是一种大型导弹 装有一个使用 有源向阵雷达的先进导引头 以及先进的双向数据链 双脉冲发动机 其射程更是达到200公里以上 据悉 PD-15导弹 由于采用了双脉冲发动机 它的尺寸要比IM-120D大一些 当然 射程也要高出IM-120D导弹 至少50公里 因此G-20体积大 能携带先进的导弹 能够对敌机率先发动攻击 能够对敌机率先进的导弹